直到施洛登先生離開香港那一刻 那一分鐘 美國政府是沒有回覆到 我們律政司提出要求 所需要的進一步的資料 因此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之下 我們律政司是不可能 亦都是沒有法律基礎 是要求香港的法官 是簽法臨時的拘捕令 在沒有臨時拘捕令的簽法之下 特區政府是沒有法律的依據 是限制或者禁止施洛登先生 是離開香港 律政司沒有刻意放山施洛登先生 更加沒有刻意放緩 處理美方要求的步伐